全球新冠疫苗陆续开打 抵抗来势汹汹的疫情 根据统计 全球疫苗施打率最高的国家 在以色列达76.25% 再来是塞席尔 沙烏地阿拉伯 英国跟美国 反观台湾 目前施打率还是零 因为还在等待疫苗来 但我国目前掌握3000万剂疫苗 约六成覆盖率 看在专家眼里远远不够 40%的人口 我们还是没有保护到啊 这是不对的 虽然我会感染 但是我只是不会传到社区去而已 能够达到全民都能够达到 这是最保险的 跟台湾人口数相近的 马来西亚比一比 不具中俄疫苗的马来西亚 除了跟辉瑞达成协议 购买3200万剂疫苗之外 还获得1280万剂的 阿斯特吉利康疫苗 跟大陆俄罗斯也有购买 总计有6670万剂 疫苗总覆盖率达110% 可以让3100万人完成接种 台湾还停留在 六成人口免疫低标 以2300万人来计算 需要满足1380万人 施打两剂 至少需要2760万剂疫苗 所购买的3000万剂 即使全来 也差不多刚好六成而已 对此指挥中心强调 不会觉得3000万剂疫苗就足够 除了国外疫苗 也跟国内疫苗厂商签订合约 陈时中在上午广播节目中也松口 若有需要不排斥引进大陆疫苗 台湾也积极地建制新冠疫苗接种系统 未来医师只要插健保卡 就能得到民众接种资讯 判别身份 包含可以施打的疫苗 年龄层的筛选 还以第一第二剂的疫苗时间肩梗等 建立完善资料库 只是争取来的疫苗 能否如期如数到货 能不能再买到更多疫苗 全民引颈期盼 记者黄明仲和之宇 台北报道